昨天奴才已经回过赵姨娘娘和吕公公了 我陪她找了好久 原来寄放孩子的那个人家 已经搬走不知去向了 回来的路上她一直哭哭啼啼 她自己知道罪孽深重 丢了皇子必然得不到饶恕 趁奴才不注意 就一头撞死了 天哪 只是老天和朕作对啊 皇上 皇上 娘娘 方才我得到确切消息 说云儿死了 是自杀的 她 她年纪轻轻的怎么会自杀呢 走 看看她去 你看不到她了 她不是死在宫里 是死在外面 到底出了什么事 她到外面去干什么去了 这都与何德妹妹有关 当初她派云儿把许美人的孩子送出宫去 然后掐死 结果云儿心肠软 可怜那个孩子又下不了手 再加上班杰鱼那帮人跪下求情 云儿便违背了何德的意愿 把孩子寄养在老百姓家里 这一次太后和皇上听说皇子还活着 就去找了云儿 要把孩子接回宫 可没想到 何德又抢了些 派季龟和云儿去的 结果季龟一个人回来了 她说 孩子没有找到 云儿畏罪自杀了 这里 不会有何德的主意吧 那这有天晓得了 人们倒是没有抓着什么把柄 可宫里人一口咬定 说孩子是何德派人弄死的 云儿不是他杀人灭口 也是他逼死的 何德现在在外面的名声可不太好啊 这样下去迟早要出大祸呀 想想古往今来的达姬 包四 那又一个有好下场的 你别说了 我什么证据都不要 就断定这一切都是何德操纵的 他自己认为事情做得天衣无缝 可是他忘了天网灰灰 说而不漏的话 他到处树敌 光他手上就有两条皇子的命 他能得到宽恕吗 也许我们应该劝劝他 没有 他的主意正着呢 轻易不听别人劝 何况 现在他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 也在他的防范之列 他能听我的劝高吗 他不是徒僧烦恼吗 他这么说 找我 快点 快点 娘娘 留心求见 给娘娘请安 起来吧 谢娘娘 娘娘太忙 不然我早来了 是吗 我这西宫能有多大能力啊 你不是有朝阳殿那儿 给你打气撑腰的吗 我看呢 那就足够了 东宫那边我是例行宫事 说真的 皇后对我也是挺关心的 上次我母亲和祖母来时 见过的 其实啊 我更知道 权柄到底握在谁的手中 你自己说漏了 原来你也是个势力之徒啊 要是我手上 没有你说的这种权柄 你还会理我吗 你呀 把你的大理拿走吧 我可不敢说 未来皇太子的大理 请把礼品叫下人抬走吧 娘娘有话 我可不敢擅自做主啊 请吧 碰了他的钉子 你就这样了 碰了皇上的钉子才叫钉子呢 我所以着急 是因为中山王流星已经在放风 说他是太子的唯一人选 你去找何德 你去找何德正是找对地方了 给中山王流星许愿的正是何德 昨天我去找他 本来是想让他和我一样赞成你当太子的 没想到他反对 是中山王送了厚礼吗 何德倒不看重什么厚不厚礼的 事还是坏在你自己的嘴上 是不是跟别人说过来求我了 我 我向淳于长说过 这就是了 你先求了我越过了他的门槛 就是看清了他 他什么也不为 就为这口气 就能把你从皇位上赶下去 那我怎么办呢 还有办法挽回吗 你仍旧去找淳于长 当他面发牢骚 骂我出尔反尔 说我不知受了中山王的什么厚礼 又去太后那说情 支持中山王当太子了 我不愿意做有损娘娘生命的事 我不怪你 是我教你的吗 你最好编出一条来 说中山王流星的王妃 是班杰鱼的表妹 这样就更好了 真会那么神吗 不信 你就试试看吧 如果事成了 我将永世不忘娘娘的大恩 我也不求什么报恩 只求有朝一日 你登基当了皇上 别把我赶出去就行了 那我不是成了 忘恩负义之徒了吗 若我真有未登九五那一天 我一定尽封娘娘为太后 你就是我的亲娘 杏儿 来 来来来 杏儿 我相信你是个有良心的人 去吧 在我这待久了 少平馆那边知道了 该生口舌了 是 是 是 留心也好 刘心也罢 谁当太子和您有什么关系 你又何苦为这事 和何德又过不去了 他也支持谁就支持谁好了 我也是为自己做打算 现在我在皇上那儿 差不多是恩断义绝了 何德纵然不是仇敌 也不像从前那样可以依靠 我今后依靠谁呢 要是新太子 是我曾经为他出过力的 或许能借一点力 从前啊 御事需要考虑的时候 你从来都马马虎虎 现在到了与你无关的事了 你他反而有了计谋 这做了两个时辰 腰都做酸了 这帮酸力啊 还一个奏章接着一个奏章的上 就好像没有明天了似的 那都怪你自己好几天不上朝了呀 你昨天说想离中山王刘兴当太子 啊 大臣也学 third 公布 正相反 王氏族的人都支持刘兴 真看大家既然都想到一起去了 那就 走个急日策立太子吧 我可没说过中山王一定适合当太子啊 你这个人怎么出尔反尔啊 圣上不是也经常出尔反尔吗 慎重一些没有坏处 你这次选的 可是接替你皇位的人哪 你说这个中山王 他怎么不行啊 他呀 才来京城多久啊 每天四处拜访 重金行贿 这礼呀 都送到我这儿来了 圣上 你看这样的人正派吗 有这样的事 他有这么大的神通 贿赂这么多的人 相反 这个留心要本分得多了 一开始 我对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好感 可是 我派人去打听了 听说 他一直都待在驿馆里头等候召见 没有事的时候 守不试倦 进京啊 连个女人都没有待 这样的人若是当了皇上 我想一定会是一位 有作为的明君 原来如此 朕显些为人言所获 看起来人数多寡 未必能断出真位啊 没想到 何德有这样的真知灼见 令朕欣慰啊 我可不敢干预朝政啊 是皇上问我 我才陈述于见的 你可千万不要以我的看法为准哦 不 反正明天才是最后定夺 朕一一决 就策封留心为太子了 皇上 我今天啊 弄了一只锦鸡 已经叫御膳房 去做你最爱吃的糟油鸡谱了 好 走吧 好 咱们去喝酒 请 请 刘欣给娘娘请安 娘娘 刘欣来了 来来来 坐 上床 是 你看 我这无为二字写得怎么样啊 风骨不雅于男人 为什么不是胜过男人呢 你知道这无为二字怎么解释吗 施政者不应行科政 应让百姓得以喘息 社会得以修养 则国父民强 哦 都是从孔夫子那儿搬来的吧 无为不是孔子的思想 清静无为是老子的主张 无为不是什么事都不做 而是不做不该做的事 不做违背天意的事 多做顺乎民情的事 这样 无为便是有为了 娘娘教导的事 哦 娘娘 刘欣生性好学 方才我去驿馆找她 她正在看圣贤之书呢 哦 尽信书不如无书 不要读糊涂了就好 是 你听说了吧 很多大臣们都主张 册立中山王刘欣为太子 劣之一些 连皇后都变了卦 后来我才听淳于常告诉我 太后也支持这个刘欣 又与班杰欣有什么亲戚瓜葛 他们人多势众 看来 你这个太子是当不成了 那我就回定陶去读书 本来我无意来争夺皇位 是圣旨宝钊 不敢不来啊 你倒挺会卖乖的 你若不想当太子 那你前几天为什么给我送来大礼啊 那并非侄儿之礼 是家母家祖母的一点诚意 孝敬娘娘的 礼品带来了吗 再也不敢冒昧 你明天把礼品带来 我也有大礼回赠给你母亲 你的祖母 礼尚往来嘛 我可不怕别人议论我收受贿赂 娘娘言重了 你不想当太子了 想打道回府了 我却偏偏让你做成太子 你信吗 我跟皇上已经议定了 有你而不是中山王流星做太子 娘娘 这是从宫外传来的 拿上来 这流星真够精明的了 明天要举行册封大典了 他只写了封信来拜谢 要没有娘娘给他出主意 他早回他的定陶去了 就是 明天参加册封太子大典 皇后看穿哪套衣服好 回头我找出来 你自己选一下 不必了 我不去了 娘娘 您可不能不去 您是名正言顺的皇后 策略太子还能没有您吗 这是正名分的时候 该去的你不去 文武大臣们都会议论 我还怕什么议论吗 叫人家议论去好了 我去了 讨人闲 您要是不去 可要人高兴了 恨不得过过皇后瘾呢 王胜 流星呀 当上太子也好 别看他耍花头 不来赵阳殿谢恩 他呀 一定是怕少品馆那边使坏 一旦他坐稳了太子的袖墩 他就什么也不怕了 他心里一定明白 是谁对他真好 他应该感谢谁 他心里有数的 说这些有什么用 弹琴呢 好久不谈 手都伸了 好像是册封大典开始了 流星当了太子 是不是要把他母亲跟奶奶 都接到宫中来呀 那是自然的 这下宫里就更热闹了 流星登了机后 你就是太后了 那他母亲丁氏呢 也是太后了 现在的太后 成了太皇太后 他奶奶傅太后 不也是太皇太后了吗 哎呀天哪 这下宫里呀 就闹得更难解难分了 你想得真够远的了 这下宫里就会更难解难 这下宫里也会更难解难 把你带来的 吃饭了 他现在的宫里也不怕 你也不怕 冬天啊 你不怕 那是不怕 这下宫里也不怕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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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臂下 多日不见 你还好吗 你轻熟多了 昨天的大殿 本来你应该在场 听说你冰了 是啊 也没什么大殿 现在好些了吗 好多了 谢谢圣上观星 飞燕啊 这天凉了 你穿得这么单薄 会冻出病来的 臣妾不足灵 陛下该多珍重自己才是 这么多年来 陛下对我那么好 可我 却一再辜负了陛下的心 不要这样说 朕也有很多顾忌不到的地方 我们还是 但是 多想想那些美好的时光吧 真是很珍惜他的 可惜 时光不能倒流 青春难在 圣上 只要保证圣公常见 就是我们的福分哪 飞燕哪 朕在别人面前都是撑着 即使朕自己知道 朕是越来越衰弱了 朕老了 躺下去就不想起来 朕有时候在想 就要不久与人失落 圣上 你别这么说 你这不是挺好的吗 生死有命 这是定数 非人立刻请求 朕这一生啊 有很多的女人 有时候仔细一想啊 到了朕龙与上宾的那一天 都有几个人能哭朕 陛下 陛下 朕心泪出痛肠的人 也有几个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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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已经很感动了 朕知道你的眼泪是真的 哭声是发自内心的 在朕活着没有死的时候 朕已经感到欣慰了 朕正是脱了龙袍 也是个不同人 朕正是脱了龙袍 就像你说的一样 我这一生的享乐 是来自于帝王之尊啊 一生的苦恼 也是源于帝王之尊啊 别说了 陛下 陛下 你能去哪儿 快去吧 嗯 走吧 外面挺冷的 陛下多保重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书赢对于他都已经无所谓了 可我输给了他 是不是故意输给他的 不 是皇上的起义 有长进 他不糊涂 心里明白着呢 可他并不相信 他赢了我 他怎么说的 皇上说 你明明可以赢我 为什么 偏要谦让于我呢 那你怎么回答 我什么话也没说 我 我 我甚至不敢看他的眼睛 他这是在埋怨你呢 你本应该当人不让才是 可恶 你还把这儿当成自己的美德 是不是 是 圣上 你怎么不喝啊 这个啊 是我用红枣泡的 快 趁热喝吧 哎 圣上 你有没有觉得 那个流心 像个巡浮的小猫啊 昨天我假装跟他使了个性子 吓得他 一连揍了三道表来谢罪 其实 当朕闭上眼的时候 谁当皇帝 谁当皇帝 与朕有什么关系啊 陛下怎么了 朕今天在玉石桥那儿 碰上你姐姐了 是吗 你好久都没去他那儿了 今天怎么不去啊 你不该用这种语气说肺炎 她是你姐姐 她已经很可恶 她也很可怜了 她飘飘忽忽地站在桥上 就像个影子 一个要飞走的影子 一个要消失的影子 她不是病了吗 你该去看看她 她现在一无所有了 生下了个皇子还夭折了 肝珍 也有一层无形的隔阂 她只剩下一个皇后的虚名了 我本来想安慰她几句 可我觉得 我和她一样的可怜哪 陛下 你从心底里面饶恕她了 我也许早就不记恨她了 今天我问了她一个问题 我说我这一辈子 有过很多很多的女人 在我活着的时候 对她们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可是等我死了以后又怎么样呢 我真想知道 谁会真正地哭我 那我现在就对她好 她怎么说 她什么也没说 都哭了 看来姐姐 还是对你一片真情的 这眼泪啊 就是证明 那么你呢 我死了以后 你会怎么样 我可能会自杀 跟皇上一起去 姐姐 你别放开我 我跟您一起去 你别放开我 姐姐 别放开我 你别放开我 你别放开我 姐姐 皇后 皇后 和的妹妹来看你来了 皇后 皇后 姐姐 父 父我起来 你不要起来 你怎么病成这个样子 我没事 我以为 你永远不会再来看我了呢 姐姐你别这样说 妹妹 也有对不起姐姐的地方 姐姐不怪你 姐姐希望你好 真是莫名其妙 我们俩从小相依为命 孤苦伶仃的 怎么突然间 有了隔膜呢 要是我们不进宫来 还是穷家女 我们永远都不会有隔膜的 姐姐这辈子 只有一件事对不住你 就是乍运的事情 其实你都知道了 咱们不说这些了 不 这件事 这件事 其实就是想保住皇后的尊容和位置 保住皇上的专宠 可仔细想起来 有了这些又能怎么样呢 前几天 我拿出了班杰鱼送给我的和欢帅 上面那首诗 当时我没有看懂 直到自己真的成了秋天无用的扇子 我才不得不佩服班杰鱼的人品 胆薄而持重 我不如她 咱们都不如她 姐姐 一场病让你变得如此豁达了 人在高位显位 是不可能耳聪慕名的 只要人跌下来的时候 才有良知 现在 姐姐有几句肺腑之言 想说给你听 你听吗 你病着 等好了再说吧 不 我不累 姐姐已经是无足轻重的人了 妹妹现在胜眷正龙 我已经不是你的威胁了 我说的话都是真诚的 你信吗 我信 妹妹 我是你的前车之剑 你要记住啊 你比姐姐聪明 有魄力 善于谋划 因此你比姐姐容易成功 可是 你比姐姐更容易树敌你知道吗 有一利必有一弊呀 姐姐你说 花开 花开没有百日红 你要为抽身退步好好打算一下了 我看圣上身体日衰 你天天见到他不觉得怎么着 前几天我见到他吓了一跳 皇上 皇上再一日 你有一日靠人 皇上不在了 你平日所述之敌就会强保众人推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正因为知道 我才不给他们推我的机会 在他们推我之前 我先一个个地把他们全都制服 你是制不服天下所有仇敌的 旧的仇敌没有了 会生出新的仇敌来 过去呀 你有些事情是做得过分 像对待蠢鸭那种事 连皇上内心都会怨恨你的呀 姐姐的话我记住了 姐姐 你是不是太悲观了 要不 怎么会这么大叉大悟呢 我觉得累 真的太累了 什么也打不起我的精神 皇后该吃药了 好 姐姐 那你先吃药吧 好好养着 我呀改天再来看你 我走了 喝得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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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了 你 väntale 我走了 你再去 你回到这 我走了 我走了 你快点过 你了 我走 我走 天冷了 冬天就要来了 陛下 风太大 我们还是回去吧 这离白虎殿不远 我们去那儿喝酒去寒吧 好 走 来 海妃 飞 飞朕喝 来 陛下 你喝得太多了 要回不去少品馆了 走不了就在这白虎殿安歇嘛 你看 这白虎殿你知道吗 不知道 这儿啊 是从前五弟炼丹得到升天的地方 历代君王从不到这儿来 怪吓人的 我们还是走吧 将来 朕也要在白虎殿升天 追随五皇帝去野 你呀 又胡说 听宫中的老太监传说啊 五皇帝先世之前曾嘱咐进士 说他死后要一件东西陪葬 你猜猜是什么 玉玺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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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猜再猜 那是书或者他生前喜爱的古丸 都不对 都不对 是他爱妃的一根指甲 这就要恋了 白虎啊 当我加鹤西归的时候 我也想带一件东西 你再试试吧 念试支架 试支架倒好了 可千万别是鼻子 眼睛什么的 那还不如把我整个带了去 朕可舍不得你呀 朕不会把所爱的人带去寻葬的 我只想要你的一缕青丝 伴朕长眠地下 陛下 今天你是怎么了 话题总离不开死 怪不及你 喝 喝酒 喝酒 喝 这酒啊 不能再喝了 陛下 这酒啊 不能再喝了 喝 喝的 我 我要吃灰尘蛋 来人 在 去少品馆把我药盒拿来 是 你新年多大了 你新年多大了 陛下忘了 上个月 陛下刚刚给我过完生日 臣妾 已经三十了 光阴四箭 真快啊 真都快五十岁的人了 你觉得朕老吗 你觉得朕老吗 陛下 一点都不老 娘娘 药拿来了 谢谢 回皇 我 明天 妹 嗯 嗯 儿 女